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核心重点就是他认为的话在人的一生之中的话有很多东西叫生命的水质 水质就是吸血的那个啊 吸你血的 但是有很多水质呢其实是会吸取你的生命和吸你的时间 他举了24个水质我们一一来看一下好 第一个水质就是电视啊电视不用多说了啊 每个人花很多时间在看电视上面啊 以前的话现在可能是互联网对不对 第二个的话是新闻屁 哇靠 他说其实很多人是为了看新闻而看新闻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这样 就是为了去了解新闻大事而去看新闻 但是浪费了很多时间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应该改正一下 第三个是互联网和社交 那就太多了 现在每天很多人都花在什么抖音啊 或者花在互联互联网上的八卦上面的时间啊 实在太多了 当然不包括在看这个视频的你啊 你看我的视频绝对是正式的 然后第四个是什么呢 我看一下 第四个是完美主义和追求极致 其实四和五是一样的追求极致嘛 所以很多人其实为了把事情做到完美 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这个的话我认为 可能有好也有弊嘛 你把事情做得很完美 说明你追求极致有工匠精神对吧 但是确实有的时候会浪费很多时间 那就第五和第六 第四和第五 那第六就是杂乱无章 杂乱无章应该是比较正常 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忘了这个 忘了那个 这个没有收拾好 这个没有收拾好 你就浪费了很多时间去找 去整理 去找到那些东西 第七就是说长道短 那就是八卦了 八卦很正常 肯定是很多人都在犯的浪费时间浪费生命 追星 追星确实是 很多人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和钱去追星 那其实这个其实是在消耗自己的时间和生命 就是生命的水质 尤其是那些明星那现在又不缴税嘛 你还追他要命呢 第十就是玩电子游戏 这个我个人感同身奏 我就是在初中时间后 花了太多的时间去玩电子游戏 所以也导致我成绩不好 从初中没有毕业 就初中毕业就那个 就就错学了 第十就是健康 如果你身体不健康的话 你经常生病 所以你会浪费很多的时间 这一点很好 所以我们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 第十一就是色情 色情的话 我觉得有点过分了吧 就是实色 信眼 对不对 而且就算看个色情片 你能看多久了 大多数男人是坚持不了十分钟以上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一个星期七天都在看的话 一周也最多浪费一小时 一个月最多四十个小时 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 如果你能一个月浪费这四小时的话 你基本上也差不多要成先了 那第十二的话 就是不停回应 他的不停回应就是 不停回应短信啊 邮件啊 这一点的话 因人而异 我是做销售 做管理的话呢 每天的邮件和短信非常多 如果我不接的话 就代表了生意的损失了 这个不能这样说的 第十三 十三是接电话 一样的 十四 抱怨 千万不要多抱怨 多抱怨其实是浪费你的生命 你抱怨是没办法改变任何心的 不要去抱怨 不要浪费生命 第十五 阅读 我 OK 第十五是阅读 其实他 我看了一下本意 他的意思是说 做很多无用的阅读 也就是读那些闲书 没有的书 但是我个人认为 就是 阅读 不管你是读有用的书 还读写案书的话 其实都对一个人有用的 这点我是坚决的不认同 我是一个坚定的读书主义者 我们一定要为了读书主义 而奋斗终生 不同意 阅读 另外的话就是 让我看到了一下 会议 开很多无关紧要的会议 确实 尤其是在一些大公司 开会简直是浪费时间 浪费生命 另外就是 十七出席大型会议 去一些讲座 一些心灵鸡汤的会议 这些的话 因人而异 我觉得 有些时候确实是浪费时间 因为他去的话 主要是为了卖课程给你 为了让你花钱 不是让给你钱 你要注意这一点 十八开车 我靠 开车确实他妈的很费时间 以前我没有开车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搭个公交车 或者搭个地铁 蛮好的 还可以看看书 看看新闻 十九 拼车 拼车 现在拼车少 现在拼车非常少 二十 做超过必要的事情 呃 这个有点看不懂 就是可能做没有必要的事情 第十 二十一 想办法改造他人 这个完全是在浪费之间 你永远没办法改变一个人 我自己认为 就是 只有当那个人 想要自己改变的时候 他才能会被改变 你这个时候跟他建议才有用 你就是一尊佛 坐在他肚子里面 他如果不想改 你也是浪费时间 好吧 二十二 升级 升级就是 买很多新的产品 比方说现在iPhone出来了 你又买一个新的iPhone 但是这个只会浪费钱 应该不会浪费生命了 对吧 不会浪费时间了 对不对 有钱你就可以买 对 然后第二十三 替工作狂卖命 也就是说你公司里面有一个老板 或者有一个上司 他是个工作狂 所以他叫你加班加班加班 他认为 这个其实是生命的水质 在浪费你积累自己财富的时间和生命 可以 完蛋了 这本书不能随便乱看 二十四 睡觉 我 OK 睡觉他的意思是说 你通常只需要睡七到八小时 如果你睡懒觉 你说清楚吗 睡懒觉 你就算是浪费时间 浪费生命 最后一个 睡觉 好了 这就是这本书说的二十四个生命的水质 不断吸取你的生命和你的时间 有一些我认同 有一些我不认同 尤其是那个读书 我不认同 然后的话 不知道有哪些是你觉得你有犯的 你如果觉得自己有犯的话 可以改善一下 第三个重点 就是他花了半本书的时间 去讲一些可以赚钱的事情 他也并对每一个东西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 但是我觉得我就一口气帮你录完 第一个事情他觉得第一个事情是写Blog 因为这本书出了已经很多年了 所以那个时候比较流行写Blog 现在是流行做自媒体 但是我个人觉得 其实自媒体真的很难赚钱的 我到现在为止才赚了684块一毛二分钱 哎呀 惨不能读 但是其实我做自媒体的 我其实不认为我在做自媒体 我只是希望我在做视频的时候 能够逼迫我自己读书 当然 我还有更崇高的目标 就是能够希望帮助国人能够读更多的书 知识文化有更好的提高 对吧 目标很崇高的 我不看钱 不看钱 不看钱 对吧 其实我就是因为做视频做到很累 然后那一天上个礼拜吧 我倒车的时候 不小心把车给这个墙给撞了一下 修车 我花了两千多块 妈的 这是得不偿失 所以自媒体 如果你不是兴趣的话 我觉得还是不要去做了 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出书 写剧本 这个确实是可以积累 积累财富 因为你有版权费 但是在中国盗版如此猖獗 我以前有写 写的也是要的亲命了 所以这个的话你必须得要有才华 你会写书或者写剧本 第三个就是 制作音乐 现在网易云音乐 有很多音乐制作人在那边写音乐 或者自己唱 都能产生备动收入 这个其实也算是自媒体的一部分 然后 第四个他说的是 开办公司 开办公司就不用说了 你做公司自己算钱 没有说到 另外就是他说的是 创建一个小品牌 然后经营连锁或者授权 一个是你可以买别的连锁来做 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小品牌 把它授权给别人去做 然后收那个代理费 这个是 这个可以 但是你必须得要会经营 不是随便每个人都可以 这要学的 不是说 不是说立马就可以去做的 不是说你看完这个视频 你去做了 但是你立马要学习 怎么去做的东西 然后就是成为自由职业者 自由职业者比较简单 现在因为你有一项技能 比方说你会做Programming 对吧 你会写代码 你可以做网页设计 你会做这个做那个 你都可以通过各大网站 什么猪八戒 各种网站 你可以去 把自己的能力放上去 然后收一个费用 别人可能会花时间买你这个东西 然后让你帮他去做 就叫Freelancer 自由职业者 另外就是他说 把爱好变为收入 他没有具体说怎么做 就是说你有一个爱好 但你想一想 如何把这个爱好可以变成一个收入呢 但是我现在说我的爱好是读书 但是我看 看我现在是没办法把这个读书变成收入 因为他赚的实在是太少了 那这就是这本书的所有的核心重点 所以我才说你不用去买嘛 好了 这本书就讲完了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或建议的话 希望你在下方给我留言 让我知道 所以我可以吸取一下 如果你觉得我视频还不错的话 希望你能够收藏 关注 转发 Thank you Bye bye by bwd6 by bwd6 by bwd6